马尔代夫大选结束,新任总统承诺为中马关系书写新的篇章 那么为何说这件事情让印度非常焦虑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 马尔代夫的总统大选最后以穆一组的获胜为结束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观众而言,这个消息都很突然 因为马尔代夫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了 大多数人只是知道那个地方旅游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除非是旅游,否则大家对这个国家压根就不会感兴趣 但是这一次的大选其实着实是不太一样的 穆一组的获胜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的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外交倾向将马上迎来一个变天 那么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马尔代夫的政府主打的都是印度优先 与中国的关系说不上是好是坏 那么不过随着穆一组上任之后 这种不温不火的关系必将就此迎来了终结 那么据了解穆一组所在的阵营就是最初的反对党进步大会联盟 而这个联盟的主旨之一就是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这与多年前由萨利赫等人主导的印度优先政策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这次马尔代夫大选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外界称为中印的一个对决 很明显现在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印度迎来了他们的滑铁炉 而中国则是躺赢了 对于印度人而言这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这意味着他们的外交战略在马尔代夫这个小国遭遇了一个重大的挫折 而另外一方面随着穆一组承诺将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为中马紧密关系出写新的篇章之后这势必会对印度的海上贸易 甚至是国防安全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马尔代夫是位于印度洋之上的一个岛屿国家 人口也只有50万出头 但是这个国家的领土面具却几乎囊括了印度洋的所有航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马尔代夫未来的军事实力得到提升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得到提升的话 那么在马尔代夫做出与印度割袍断锈的决定之后 这一决定必然会对印度的海运防务等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对于马尔代夫而言 这却是必须做出的一个决定 一直以来印度与马尔代夫之间的合作 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平等的模式之下的 前者与后者的援助 并不是真心的想要帮助马尔代夫发展 而是为了掌控这个国家 可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 在马尔代夫印度是有驻军的 所以现在穆一组选择了清华远印的外交策略 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何况与中国加深关系之后 马尔代夫的经济发展 不仅能够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加持 而与此同时 马尔代夫的未来也将得到保障 由于全球变暖 海平面在不断的上升 马尔代夫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 而中国则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摆脱悲惨命运的关键 比起那些只会空想的超级强国 真正对碳中和做出实际贡献的中国 说是这些小岛国家的真正救星 其实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